200位未婚男女分三组 手牵着手玩团康游戏 传递胡拉圈 从游戏中拉近彼此距离 桃园大庙景福宫在月老诞辰这天 举办未婚联谊活动 连续三年举办下来 都有十组左右的男女配对成功 桃园副市长汪明俊也到场为月老祝寿 并大载月老很灵验 相信今年的成功率会更高 祈福宫大家都知道 是桃园历史非常悠久的大庙 香火鼎盛 这个都不用说了 但是在我们的简主委的努力之下 已经是第三年举办了 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想我们的为年轻男女找到机会 至少让他们多认识 多交朋友 那就有机会 他们也许会缔结良缘 我们过去的成绩其实也不错 第一年举办的时候就有八队成功 第二年举办有九队成功 今年我想一定会冲过十队 那也希望我们未来呢 在这个我们的主委的努力之下 我们继续来举办 一年也许可以举办两次 那市政府也会给予全力的支持 桃园景福宫主委表示 大庙的月老是从峡海城隍庙分林而来非常灵验 去年更荣获全台十大月老第六名的网路声量 也吸引许多民众来求良缘 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来还月 今天是我们第三年举办这个未婚年龄的活动 这次的活动非常的踊跃 就刚才副市长有讲过吧 我们第一年八队配对成功 第二年就十二队 今年的话看不能冲上二十队 因为我们大庙景福宫的月老神经满宁验的 他是以求那个英雁農文明的台北峡海城隍庙分林过来的 在这几年当中的话 几乎除了农历企业以外 所有的每一个月几乎有人拿来习品来还年 所以表示我们的月老神经真的是很灵验 主委表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电脑前面或是玩手机 很少有机会出来认识新朋友 也让台湾的结婚率跟生育率大大下滑 因此希望透过月老的鲜泄 让男男女女在神明的庇佑下找到真爱 现在这个社会都是一种坐在办公室的社会 因为大家都用电脑在打手机 所以说没有到外面去走 所以说这个男女之间的联系都比较缺少 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这些 以后这个我们生育比较少 现在人口也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大庙讲说 对社会付一点心力 祭拜这个未婚男女的联礼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多多的交流 桃园大庙景福宫未婚联姻活动 包含各种团康级互动交流游戏 中午则安排了联谊午餐 还有民歌演唱及自由活动 此外这次还将参与者的个人资料 透过QR Code储存 扫描就可以查看资料 也可以透过交换联系方式进一步联络 最后一共有13队成功牵手 副市长也希望警服工可以一年办两次 市府也会给予支持 接下来我一团人报道 感谢观看